这刚刚星期还要够好一个早餐 原本我以为这个好几个月 我用普通话回来一下 我觉得运动的习惯最重要的就是无时无刻 anytime anywhere 这个是我自己运动的一个左右名吧 对所以如果你在那些飞机的后继室或者飞机的舱内 我是不是在飞机舱内做平板 然后我就跟那空姐说 我说你未来的十分钟就先不要走 我还做做运动 她说蛤 我说没事我不动的 你放心吧 我就趴在那做了个平板 然后对 就觉得运动就本应该如此 她就是应该是生活的一步 不停的充实自己 这就是我的运动理念 明天过生日有什么生日热门 明天过生日最开心的就是有一个 办了个生日会 会跟粉丝终于可以近距离的去见面 然后今天算是个预热吧 就今天跟科乐的大家庭 还有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朋友们一起去预热 还蛮开心 看到很多粉丝在现场 那很多今天在广州的粉丝 明天也会来向山来捧我场 所以还蛮开心 期待你们的朋友们 明天有什么生意 明天说吧 留给他们 留给他们吧 刚刚的粉丝都这么着急 那你的生日愿望里面 会不会包括有粉丝期待的一部分呢 我明天一定分享给大家吧 对 可不可以说三个答案 有什么生日愿望 例如事业方面有其他的规划 生日愿望 我主要是想留给粉丝明天 我今天回答他们明天就会骂我 他们永恶的 不是说笑的 他们很nice 很sweet 但是我很想留给所有生日的 明天和他们一起分享 这是我觉得我对他们的一个责任 那有没有什么想对今天的贴心粉丝团 刚刚陪我贴心粉丝团来说呢 贴心粉丝团 我很希望他们今天是有锻炼 去跑这个马拉松 我一直在心里面很着急 很担心啊 主要是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报了名参加 但是因为其实所有的运动 其实你不是做运动去keep it 而是要keep it去做运动 所以这个也是我想 就是叮嘱他们的 一定要注意安全 做好热身准备 千万不要受伤 知道吗 千万不要受伤啊 千万不要给那么大压力 someone wrist 谢谢